歡迎收看2020年香港大事回顧 2020年影響全球的大事 一定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 到現在本港有8000多人確診 死亡人數大約是140人 沙士之後香港再次面對疫症的威脅 在家上班、網上售貨、戴口罩過日子 成為香港人抗疫新常態 疫情一波接一波 世界各地封城封關 航空業近乎癱瘓 而旅遊業就出現裁員倒閉潮 本港的失業率創16年新高 特區政府動用超過3000億救市 但經濟仍然難有起色 湖北武漢爆發不明原因肺炎 有傳染病專家警告 農曆新年期間 病毒全日本港的風險高 湖北武漢市衛健委 在2019年12月底 發布警戚通知 指室內出現 有人感染不明原因肺炎的個案 1月23號 武漢封城 一個非香港居民由武漢到香港 經檢查後確診 成為本港第一宗輸入個案 面對不知名的肺炎 勾起市民對2003年殺失的回憶 市面出現恐慌性搶購口罩 市民甚至要通宵排隊 第一次排這些佬 排通宵 這些殺死的產為原罪罪 根本就死人的 我放醜得很高 去到那裡都沒有 有些賣得幾百元一下 七百多元 八百多元一下都見過 一照難求 政府內部都面對口罩短缺 我根本是叫你不准戴 戴了都要脫下來了 5月 政府表示會向全港市民 免費派發一個可重用六十次的 同心抗議口罩 原來是紙巾廠在武漢 尤其是生產不了 那供應器就會有問題了 上個禮拜好像世界每天都是這樣 這些野食全部搶光了 什麼公仔麵 水 米 全部沒有了 香港的主要的食品 物業用品保持是供應正常的 並沒有來迫不足這個問題存在 呼籲市民不要輕順的謠言 出現第一宗本地感染個案後 政府指示將旅客填寫健康申報的措施 擴大到高鐵吸酒龍站 還沒有封關 但如果現在貿然地將所有 和香港的往環都截斷了 這個可能是不適宜 也都是不切實際 踏入二月 醫護界發起罷工行動 要求政府全面封閉各個出入境口案 避免社區爆發 你這樣不控制個關口 不斷內地的病人湧來 香港也都爆發 我們是做不住 醫護人員那個天職就是救急扶寧 人手很緊張 病房很擠迫的情況底下 再去罷工 這個就真的令到醫管局 是白上加根 罷工的有大約7000人參與 最後有超過一半工會會員 反對延長罷工 持續了五天便結束 疫情進一步惡化 內地確診數字頗萬宗 本地感染個案開始一單接一單 更出現第一宗死亡個案 政府在收緊入境措施 自2月5號開始 14個口案只開放3個提供服務 並要求由內地返港人士 需隔離14天 又將未入火的公屋駿陽村 用作檢疫中心 清衣長康村先後有同一座樓 同一座向單位的住戶染病 病毒懷疑是經由大廈的喉管傳播 過百名住戶要及時撤離及進行病毒檢測 同一座單位樓上樓下 會不會有淘大花園事件的翻版呢 幸好過百名居民的病毒檢測 最後全部驚訝 可以返回住所 但疫情不斷擴散 2月5號尖早凌晨 我沒有記錯 大概6點多7點鐘左右 船長就正式廣播了 那個廣播就說 日本政府要我們隔離14天 所有人都不可以離開自己房間 一名80歲的香港人 乘搭日本鑽石公主號郵輪返港後確診 船隻要停泊在日本橫濱 乘客禁止下船 香港就沒有什麼特別協助的 特別早期 我想也都是去到 大概三分之二的時間左右 外面方間媒介 說這個船上有依然要求包機 回香港那樣 開始政府那邊就好像有些反應 船上有超過70名香港人 確診新冠肺炎 要留在日本接受治療 特區政府最後派出三架包機 接送船上其餘大約200名 沒有感染的港人返港 三月初有超過3000名港人滯留在重災區湖北省 14個港人確診 這批港人他們在當地也都是分散在不同的住處 武漢還沒有解封 政府3月4號開始派出四班包機 接載超過500人返港 當中有孕婦 長期病患者 3月中疫情迅速蔓延全球 政府將入境申報擴展至所有敵港旅客 由疫情嚴重的意大利伊朗等國家反港人士 更要入住檢疫中心 其他的就只需要家居隔離 防疫措施收緊再收緊 但仍有漏洞出現 自己說我來自伊朗 是不是需要申報我 其實我那班機是在吉隆坡出發 其實如果說你是不是來自疫區 這個就是看不出的 跟入境處說謊話其實很大罪 最高應付去到14年 我們都會用電腦 我們自己去做自動檢查的 所以你想騙我都挺難的 3月底 政府先宣布所有非香港居民 不准入境 也開始在機場為回港人士 進行深厚唾液樣本檢測病毒 有漏洞 但他沒有給過我 我不知道在哪裡拿 海外疫情嚴峻 越來越多留學生提早返港 令到輸入個案在3月的時候急增 並不是做得遲 做得早 我們要看著每一個措施的成效 所以你說接下來 還有沒有更辣的措施 我們每天都不斷看著 我們本地的情況 也都在看著海外的情況 蘭桂坊其實很多人去 還有我都知道他們 就不只是去一間 這段時間 全港出現多個本地感染群組 包括北角的福惠金社群組 觀塘打邊爐群組 蘭桂坊樂隊群組等 到4月中 第一波和第二波疫情確診人數加起來 已經超過1000宗 相比起2003年的沙士 新冠病毒傳播能力快得多 3月時 有研究團隊發現 新冠肺炎患者感染首個星期 體內已有大量病毒 但不少人感染初期 症狀輕微 甚至沒有病征 跟沙士有點不同 沙士就在第二個禮拜 才最高的 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 在社區爆發得那麼厲害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病人都沒入院 就已經病毒數量很高 本港疫情初期主要用 極微酒療法 即混合干擾素 蛋白酶抑制劑 及利巴韋靈三種抗病毒藥物 後來停用利巴韋靈 因為副作用高 也有使用瑞德西韋 不過即使病好 康復者也有機會 再次感染新冠病毒 如果他的病徵不明顯 他甚至沒有病徵的話 可能他即使有抗體也好 有四成的病人 有可能有抗體 都會隨著時間流失 有些文獻告訴我們 八個禮拜之後 他的抗體量有四成已經不見了 新冠肺炎疫情反反覆覆 政府的抗疫措施時鬆時緊 但始終未能夠壓止病毒擴散 檢疫漏洞令到7月 出現社區大爆發 多間岸路院舍、殘疾人士院舍 出現集體感染 死亡人數開始升 政府推行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有170多萬人參與 找到大約40宗確診個案 未能夠盜絕隱形患者 到了年底 第四波疫情又來 政府說已經向了幾間藥廠 訂購疫苗 市民有望在2021年初可以接種 你好 小朋友 我是明明 沒有辦法連見他們 教授他們 所以我們都想 有一些網上學習的活動 全港學校自1月底開始 斷斷續續停課 政府也多次宣佈 公務員在家工作 又呼籲私人機構響應 這個平時你學校怎麼做的 就是特別的 猛的 好猛的 就是家工作的人 任何一個家長都已經覺得頂不住 再這樣下去 尤其是困在這裡 真的是困獸鬥 學校停課 首當其衝的校巴司機 可以說幾乎全年都沒有收入 打工的時間 我兩個車都要驗車 排費 驗梳 路保 那停車場就繼續要比的 停課之後 真的可以說手停後停 是啊 影響就真的大 5 6月時 疫情轉區緩和 曾經出現連續20天零確診 市民漸漸回復正常生活 教育局當時宣佈 全港學校分階段復課 粵港澳政府也研究健康碼護任 允許居民豁免檢疫網板3D 不過第三波疫情 已經潛伏於社區之中 就是錄得133宗個案 其中7宗就是輸入性個案 今天直至昨晚凌晨的數字 就是145宗 其他的35宗 就是暫時找不到源頭的 7月開始 第三波疫情來勢洶洶 出現茶餐廳 飲宴等感染群組 慈雲山成為重災區 首次有護老院出現集體感染 不少院社禁止探訪 你等一下 回去吧 回去吧 那個主管不是有病 你不要進 他都不要進去 第三波疫情期間 有超過3500人確診感染 接連有多間護老院爆發集體感染 這段時間 死亡個案就有超過90宗 但是這次第三波 現在看到起碼都50幾的平均 也都不少長者是有長期病患 每天新增大量確診個案 醫院的負壓病房 病床使用率升至七八成 醫管局在7月底 新增鯉魚門公園度假村營地 及亞伯作為社區治療設施 社區出現大爆發 多個政府專家顧問都認為 源頭或是來自豁免強制檢疫的人士 海員是其中一類或豁免人士 理工大學有研究團隊 發現第三波疫情個案的病毒株 分別以來自菲律賓確診者 和哈薩克機組人員身上的病毒株 十分相似 從之前第一波和第二波的病毒株 是非常不同的 根據我們基因排除 我們只可以知道 香港的爆發 極有可能有輸入個案導致 政府表示 自2月初至7月 有超過29萬人士 入境後 務需接受強制檢疫 為找出社區的隱形患者 8月時 政府決定推行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由三間內地在港檢測機構負責 中央也派出核酸檢測支援對來港 協助提升檢測能力 全港人去檢測 最重要是有輕微病症病狀 或者是有流行病學史有關的人 那些要立即檢測 不要等 可能有些專家都認為是沒有需要的 但我們採取的態度 就是如果有中央的支持之下 這個病毒檢測的能力 是要提升數以十倍 令到我們找多一個確診個案 都是多一個確診個案 整個全民病毒資源檢測 最後有178萬多人參與 花了5億3千萬元 直接及間接找出42宗確診 政府再次收緊多項防疫措施 包括限局令收緊這兩人 強制戴口罩的規定 擴大至室外公眾地方 吸煙也不能豁免 十四更實行晚六朝五禁止堂食 垃圾到不堪 你怎麼可以分日頭和夜晚 那些Iris會識字的嗎 甚至曾經收緊至全日禁止堂食 只可以做外賣 公園就變成飯堂 也有清潔工人在街邊開餐 但為外界批評 一天後政府就撤回措施 見到要在街上吃飯 其實你將那些人在餐廳裡 逼在一條街上一起 除口罩吃飯 其實分別都不是很大 世紀疫症持續近一年 不少活動都取消了 煙花會岩 馬拉松 維港湧等 各行各業受到沉重打擊 不少展覽業的活動 好似書展 美酒加油展 公展會等都要一再延期 商鋪更出現結業潮 交租同為出糧 這個是必須的了 就算真的我自己公司的儲備營運 是用了都好 其實我都預了個心理準備 譬如自己真的有樓那些 都需要可能要賣樓 都要撐住的了 沒辦法的啦 你政府要這樣做 我們都沒有 你想反抗又不行 反抗又撐都不定 試得多少個月 海洋公園5月底 要政府注資54億元救亡 政府又推出四輪防疫抗疫基金 動用超過3100億元 支援受影響的行業 包括飲食業 健身中心 美容院 按摩院等 提供一筆過的補助 特區政府已經投入了 我接近3000億元去保住就業 保住經濟 對於工資補貼方面的成效 我有信心的 是可以壓得住這個失業的浪潮 政府全民派遣1萬元 又推出兩輪保就業計劃 資助僱主出糧給員工 要求僱主在12月前不可以裁員 不過不同行業先後出現裁員潮 失業率一度升至6.4% 創16年來高位 7月份不開 4月份也不開 我幾十歲人 有病有痛 我都要完全看醫生 我不知道政府對這件事 他自己高官 他不知道有沒有了解 真的在下面屆層裡了解 這是我們的人 我們是非不得已 我們是作出今天 我們公佈的這個決定 2020年頭十個月 訪港旅客人數只有350萬人 按年大跌九成 重創旅遊業 國泰在10月底 決定裁檢本地員工5300人 又停止營運國泰港農航空 香港航空 以及多間旅行社 也先後宣布裁員 我們這邊就會見到 李小龍的銅像 政府雖然曾經 資助旅行社舉辦本地遊 又計劃同新加坡 設立旅遊氣泡 讓兩地旅客 在遵守一系列防疫措施之下 豁免檢疫隔離的安排 但又碰上第四波疫情來襲 而要推遲實施 現在那個疫情 當然上升都非常嚴峻 看這個形勢都會 似乎是比第三波更加劇烈 還有深入去每個階層 周圍的地方 第四波疫情 與尼泊爾輸入個案有關 跳舞群組在主要的傳播源頭 也都是爆發疫情至今 最大的感染群組 有超過700個人感染 疫情擴散 多個烏院相繼出現小型爆發 九龍灣歷經花園 懷疑病毒經水渠傳播 為了安全起見 所以現在我們立刻作出的決定 就是將第六座 D座向所有居民 先遷去這個隔離營 先檢疫了先 陸續有多座不同大廈染疫 有沙田烏村的居民 需要接受強制檢測 有結果前必須留在家 現在我們必須留在家 之後現在這樣 我們一定要尿鼻歌 即是說 他常常說 你的驗口水是無效 即是說 驗十次都不要緊 問題是訊息給你清楚些 不要弄到現在這樣 好像這麼亂 現在這樣 好像 無所適從 一點都不准我們出 要我們再下來 再去檢察 才行 所以我就不能上班 早知道不行 不要心口疼液 嘗試我們這些測試好過 經過一整年 本港至今已經累積 有超過8000人感染 約140人死亡 政府同三間藥廠達成協議 採購三款新冠肺炎病毒疫苗 會首先為醫護人員 長者等高風險群組接種 希望疫情再來一年 能有所緩和 在我們採購中的目標 政策目標 是為全港市民 大約750萬市民 免費讓他們能夠接種疫苗 首批的100萬劑 可望最快在明年一月 即下一個月 就可以來到香港了 疫苗出現為抗疫帶來曙光 大家都期望2021年 可以脫下口罩 從未正常生活 對 疫情先說到這裡 下一集會 回顧一年來香港政局的變化 明晚7點 繼續2020 香港大肆回顧 再見 東西 香港大肆回市民 香港大肆回市民 都在想要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